几个月之前,扑口区高丽村的十多户居民的孩子上学乘坐的校车因为道路整修而改到了 现在路早就修好了,可是校车的路线却迟迟没有改回来,那是为什么呢? 由于校车路线的改变,以前只需要十分钟的到校路程,现在得花一个小时以上,非常不方便 我们要刷妈妈叽叽乖乖的刷这么冷静 最后来接我要跟领导请假 既然道路已经恢复通车,校车线路为什么还要舍尽求远呢? 大乔中学介绍,上月底花瓷县恢复通车之后,他们就向交警部门申请恢复原来的路线 之所以没有被批准是出于安全考虑 因为上面这条线路这个本身比较窄,而且了弯道特别多 再加上这个路边有这个混凝土搅拌公司,那个大型的混凝土车特别多 而校车呢又比较宽 所以出于安全考虑,安全考虑,交警队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改道 大乔中学表示,他们已和负责该校校车安排的养子公司商议好 会尽快增加新的校车车次,解决高丽村学生的上学难问题 浦口交警大队花旗中队也表示,会加强花瓷县沿途的行车安全管理,保障校车安全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